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是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 叫做四号公园 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园 在中和 新北市的中和 永和的交界的地方 那除了叫四号公园以外 这个公园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823公园 为什么叫做823公园呢 就是纪念很久以前的823的炮战 那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纪念碑 我来带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 这边有一个纪念碑 好像是一个箭的那种感觉 不过通常大家都叫它叫四号公园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战斗的感觉了 现在大家都在这边做运动啊 很多老人啊 在下午的时候 就在这边做操 很悠闲的一个地方 那这边还有松鼠 你看 如果错过的话 大家可以把这短片倒回去再看一下 这公园里面就是超多松鼠的 然后 它们都在看一个人在 左 在中间 可是我从来不知道到底是 它们到底在看谁在做 反正就是大家跟着某个人在做操 那我是下午的时候在录这个影的 刚好是他们的坐操时间 那这边就是很大的一个公园 就很高兴 家的楼下就是有这样的公园 那觉得心情不好或者是 压力很大的时候 就可以来这边散步 没有啦 事实上每天都来这边散步 那这边还有三个吧 儿童的游乐场 这是其中的一个 累的时候就可以坐在椅子上面休息一下 也有很多的椅子 这边 有很多的老人在打这个陀螺 这边有很多外劳 这后面这个建筑 是台湾图书馆 然后在三月的时候 这个花就会开 刚好我们今天很幸运 三月的时候 花开的真的超茂盛的 好就继续 我来跟大家看这边 这是台湾图书馆 在后面 是一个很大的图书馆 所以家的附近有公园 有图书馆 真的不错 不过现在图书馆的外面 全部都是老人 跟外劳 那公园里面 因为现在还没有到下班时间 人不是很多 可以来散步一下 通常是晚上的时候 傍晚 大家下班以后 就在这个地方 就会运动 绕着这个公园跑步 还有 会绕着这个公园 抓宝可梦 这公园 这边有超多 宝可梦 真的抓宝的地点 这是另外一个游乐场 欢迎光临 中和溪四号公园 好接下来我来推荐 我们家附近这边的美食 这个是一个意大利面店 叫The Park 它最有名的就是 它可以选面 可能在一个意大利面里面 有直的面 也有卷的面 那这家呢 是我常常吃的牛肉面 超好吃的 推荐给大家 那这边这个也是要推荐给大家 是 红牛 牛排 跟一般的夜市牛排不一样 它就是没有什么酱 它就是炭烤的 非常好吃 非常大块 吃了就回不去了 那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是 这边叫龙爸爸狮子头 它就是每天晚上 这些烧狮子头 整条巷子都是它们的味道 超香的 那还有这边我要介绍的是 三家冰店 我作为本地人 我已经大概五六年 没有吃过这个冰店了 你就知道这个冰店 因为一开始它很红 所以它开了好几家 三家在这边 你看一家有四号公园的冰店 然后左边两家 最开始的是这个Q 炒成Q的这个冰店 太红了 所以旁边紧接着开了一家 福满意的冰店 这样 那之前它们打得很热的时候 刚好有政治 蓝绿斗争的时候 福满意有把自己的招牌 全部都变成绿色的 不过后来 民进党失败了以后 马英九起来 他又把它改成蓝色的 好那这边我想要介绍的是 柯林助听器的旁边 这边停摩托车的地方 早上有卖饭团 我常常在那边吃饭团 他一开始是卖刹饼 后来老板在很久很久以前 改卖饭团 就一直卖到现在 然后女儿都生了 他自己也很老了 可是他还在继续在卖饭团 这是四号公园 我家附近的公园 那接下来我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老家的地方 我老家住在这边 我们家本来住台北 后来在我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 小学搬到永和这边 那我本来就住在这里 这个条巷子里面 反正就是里面就对了 外面有一个杂货店 现在还在开 那之前我们家 这个路口一出来以后 其实这边是一个 露营带店 然后出了露营带店以后 诶 这边 这边是公车站 以前262啊259啊 然后还有什么22什么 反正就是很多公车 45路都在这边 从这边发车 现在变成了公园 还变成了老人的集散地 以前老人这个地方 是在租路影带的地方 什么神雕侠侣啊 什么港区在那边租的 然后 这来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 在四号公园里面 如果我们现在是下午嘛 那如果早上来的话 你会看到超多人 站在这个老人这个地方 蓝色衣服老人这边 然后大家都会 把他们的相机拿出来拍 现在老人也拿相机出来拍 早上你来这边的话 你会看到好多好多的相机 他们在拍什么 他们在拍这个 这棵树木 这棵树木干嘛 有一次台风过后 树枝断了以后 欸 不顾鸟 不顾鸟 就会在这边建巢 所以早上 就会在这边拍到好多鸟的画面 从洞里面钻出来 很可爱 所以早上 也可以过来这边看一下 以上就是介绍 我们家附近的 四号公园 那大家也可以拿着录影机 到家的附近拍一下 我是觉得 可能过个十年二十年 再回来看这个影片的话 现在看是没有什么 稀奇 可能过十年二十年回来看 会觉得 哇 我们住的地方变了很多 就是记录一下这样 这公园还不错 还有山坡 还可以爬上山 小土坡看一下 是 工作之后呢 下班以后 可以在这边放松一下 或者是周末 可以带小朋友过来 散下步啊 都不错 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如果大家在台北的话 周末不知道去哪边 可以来这边走动一下 然后在图书馆借书 是免费的 有超多的书 因为台湾 台湾图书馆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太厉害了 讲以上就是 今天的Vlog 今天的我的短片 那就谢谢大家观赏咯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短片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 那我打算录一系列的 这个记录生活的影片 这个算是第一步 那就感谢大家收看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